昨天還在逐漸變冷當中 但今天一起床 是不是感覺到真的超級冷呢 尤其是濕濕冷冷的 這一波強烈的大陸冷氣團南下 今天清晨的最低溫 就落在桃園的中立只有11.1度 真的非常冷 但您看到今天是7號 今天的溫度 基本上北部地區 都只有大約14度左右 甚至到13 12度 至於中部地區稍微暖一些些 中南部地區可以來到 高溫突破20度 但是早晚還是比較涼的 低溫都是不到20度的 至於花東地區部分則介於中間 大部分都在16以及18度之間徘徊 我們可以看到氣象署 今天早上其實也針對了 基隆以及新北 發布了低溫特報 可能會有持續10度以下的 低溫的狀況 真的是非常冷 繼續看到明天禮拜五 以及禮拜六 這一波強烈冷氣團 就是最冷的時間了 可以看到我們的北部地區 低溫大約是10到11度 空空地方最低還可能來到8度 至於中部的低溫大約13度 南部15度 而且這一波冷空氣要一路冷到禮拜日 可以看到10號 才會逐漸的回升 曲線逐漸的往上 接下來帶您看到雨量的部分 其實這一波正是又濕又冷 尤其是今天水氣是最多的 各地都會有短暫雨的狀況 那是濕濕冷冷的天氣 尤其是這一波雨勢是集中在中南部地區的山區 可以看到這個綠色的區塊是雨量最多的部分 今天是華南雲雨區襲擊台灣 到了明天禮拜五 禮拜六 雖然說是這一波冷空氣氣溫最低的時候 但水氣也會減少了 只有基隆北海岸以及東半部地區會有局部短暫雨的狀況 大台北地區西部的山區則有零星短暫雨 這樣的雨勢將持續到週末 直到下週一又會有封面來襲 也就是我們的雨量又要邊多了 那就是有因為封面通過加上東北季風增強的關係 雨區再擴大到半個台灣 可以看到中部以北東半部地區都會有局部短暫震雨 至於南部的山區也是會有零星的短暫震雨的狀況 那直到下週二 三也都會持續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也就是說陰風面的東部以及北部仍然是會有雨的狀況 那甚至氣象局還預告 下週可能還會再有一波冷空氣來襲 那強度也可能會挑戰冷氣團的高度 只能說現在冬天的衣服千萬還別收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 全然掌聲勾搭配